大家好 這是遊戲廢人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劍與遠征啟程 這款遊戲其實也算上了一段時間 只是最近繁中版才開 那我是繁中版才入坑的 所以雖然我是一代老玩家 但比起其他玩家 啟程我可能並不是那麼熟悉 所以今天也不是要來講啟程的攻略什麼 雖然我也大概研究過 要分享也是可以 不過我覺得這個不是今天的重點 今天主要想要講的是關於 入坑啟程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劍與遠征這款遊戲 如果有玩過一代玩家都知道 一代是一個很坑的遊戲 我當時一代一進去 3290先刷下去拿到獅子 接著再一路追進度 一個禮拜就刷了一萬塊 但是玩到後面你會發現 那一萬塊根本不算什麼 因為你要一直不斷的刷下去 也因此這次啟程在入坑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小心 那一開始我也有說我是打算無課玩 之前一個禮拜我也的確都無課玩 但畢竟我是被同事拉到同一個伺服器玩 然後同事除了我以外 其實每個人都多少有課了一些金 那大家也經營同一個工會就想說好吧 既然要衝下工會 那我也至少課個月卡吧 但目前就是只有花月卡而已 那麼劍與遠征這款遊戲 如果要問我說它值不值得入坑 我會說 其實我很推薦大家入坑 但是入坑前你要先確定 你有辦法控制你的目標在哪裡 也就是你有沒有辦法不跟人比較 要嘛你錢夠多 要不然就不要有攀比之心 因為像我一開始 原本是沒有打算課金 還有我同事說服我的一句話 就是 尖遠征是一款蹲久就贏的遊戲 一代我就是蹲的不夠久 他一代蹲的超級久 蹲了好幾年 雖然他課的不算多 大概就算是中小課而已 可能一個月幾千塊這樣子 但蹲到後面 他還是玩到前段班 反正不能立刻拿到東西就蹲 沒辦法練滿東西就不要追求 例如說像這次入坑 我就做錯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所有資源都拿去抽五月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五月卡池 我已經抽到不能抽了 那禮包我沒有買 所以很不幸的我的五月 現在剛好卡一顆就可以升到生化Plus 問題我不買那個禮包 他就升不上去 現在強度就卡池在這裡 沒有專武也升不上去 你說這個階段強不強 是強沒錯 問題是等到其他角色上去 他就是永遠卡在那邊 所以等到復刻 要不然我身為一個無課玩家 他就是養不了 所以培養五月對我這個無課玩家來說 其實算是錯誤的第一步 再來就是選擇的角色 一開始我有一點 PVP跟PVE都想兼顧 所以造成選的角色有點雜 後來我同事有跟我說 無課玩家就不用去管PVP了 只要你不是大課 PVP就很容易被追過去 因此對無課玩家來說 應該要全心全意 先把你的推讀角色養好 所以像一開始 我會選的像穿三甲 選的像這隻薇拉 他們都是PVP角 當然PVP很強沒錯 問題是我沒課金 他也養不上去 到了PVP場 同樣遇到 心等輸對方 還是被打死 然後推圖為推的進度比別人慢 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進度是268關 但無課玩家一個禮拜 進度比較穩定的 大概是可以推到300關左右 這些都算是我玩這款遊戲 踏到的坑 不過就整體來說 雖然我進度比別人慢 但相比一代 我發現這次的起承 我玩起來玩的非常開心 並不是起承 真的比一代好多少 他的美術戰鬥表現有進步 但整體設計坑的地方 都跟一代差不多 我之所以可以玩的比較開心 是因為心態改變了 畢竟講直接一點 如果有看我頻道的觀眾都可以發現 我這段期間玩的很多遊戲都是二遊 每個都有3D老婆 明朝我有抽銀鈴精細昌禮 絕驅靈我也有抽竹園情依 菲蘭更不用講了 我80%以上角色都有 又或者像崩鐵 抽托帕 翡翠這些角色 在這遊戲面前 劍遠征不存在婆 劍遠征我全部角色裡面最喜歡的 就只有這隻 基礎法師米瑞而已 你要說他很強嗎 也沒有 但你要說婆的話 就只有這打開來 還不錯 然後這隻角色雖然有實裝 實裝也很好看 但在劍遠征這樣子的遊戲概念 我根本不會想要買實裝 因為你買了在戰鬥中 也就小小一隻而已 而且角色又要不斷的替換 又不是你單一持續顯現的角色 你可以看他屁股雖然美術不錯 但沒有到我會覺得婆的程度 既然大軍強度 我們就可以很理性的看 尤其是這次的起承 被很多人抱怨 沒有抽到保底根本不會出 我目前出的總金數 有8成 8成 高達8成 最後一抽才出 不然他的機率是標示1% 3% 5% 我都最後一抽才出 這款遊戲升階需求的太多了 你多外一隻又怎麼樣 一個角色升滿你需要幾十隻啊 那最後比的就只是你的課金量 這樣我評估課不到這個金量 自然就不會去追求他的強度 不追求強度就是拚時間 反正只要我不退坑有月卡 這樣慢慢磨下去 過不去的關卡磨久就可以過 還沒升上位角色拖久總會抽到 PVP打輸就算了 推圖打不過去就等明天再打 只要抱著這樣的觀念 你會發現其實放置遊戲意外的 玩起來還蠻輕鬆 當然這就是一個定力上的控制 畢竟老實說我也不是一個能夠奪嚴謹規律自己不要課金的玩家 但至少其他遊戲見多了 現在劍玉眼珍這類型遊戲 單純靠數值已經沒辦法讓我大量課金了 所以玩起來自然就可以變得比較輕鬆 也因此如果你能夠抱持這樣的心態 其實我意外的發現不只是劍玉眼珍 這類型的放置遊戲 像前陣子的魔力寶貝 我當時也有入坑未美課金 但玩起來就反而比以前有課金的時候還要快樂 畢竟打不過就算了 反正過明天又有石頭又有資源 運氣好抽到了就可以再多推個幾關 反正這類型遊戲就是送得多坑夠深 他也不怕你磨也不怕你花錢 拖到最後蹲得最久的人就是真正的贏家 以上就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會不會讓大家收集的 再次影片 我們會不會讓大家收集的 大家聽說 我們會不會讓大家收集的 你叫我嗎? 好 再次回到我的名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